由唐继理监制拒绝量指导的大型历史古装剧制《金钟岳飞》正在无锡展开最后的拍摄 该剧汇集了黄晓明、林心如、罗嘉良、丁子俊等众多实力派明星的加盟 因此自开拍之初就备受大家的关注 坦白当天恰逢剧组拍摄一场岳飞与丽娃拜堂成亲的戏 红色罗裙搭配亮眼的饰品把林心如衬托得无比较艳 据悉这还是林心如在戏中最好的造型了 难怪她在现场是那么的兴奋 拍了好几个月了终于发现她原来还挺美的 这是我在戏里面最好看的一个造型 嫁给岳飞之后就越来越朴素 然后到最后头上连一个装饰品都没有 身上也都是 但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这部《金钟岳飞》是内地首部以岳飞为主角的电视剧 用切合史料记载的方式来讲述岳飞的生平 以及她带领岳家军保卫南宋河山的传奇故事 因此该剧在拍摄时也是大费周折 为了寻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主演们也都是经历了万分的辛苦 虽然很辛苦这个戏真的是 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快得很辛苦 大冬天的在那个北京的这个经常就是光着绑子在练功 然后大夏天的又开始穿着葵家打仗 说整个都是反气候的来拍 可是出来的结果是很好 众所周知 黄晓明和林心如除了演员这个本职工作外 还投资过不少的影视剧作品 做过出品人和制片人 对于老板和演员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黄晓明和林心如都坦言其实做演员更轻松 而老板则要操心很多 不过对于他们俩的成功跨界 一旁的唐经理导演则直呼自己被抢走了饭碗 当然还是做演员最好 虽然演员很普通很费 但是演员是做的 就是你只要去做了演员 你只是收钱 对 但是你做老板你要管那么多人 操那么多心 然后还要去付钱给别人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演戏 我觉得还是演戏对我来说是比较过瘾的 然后制片人只是就是另外一个发展吧 你还是多演演戏 突然把我们的工作都抢掉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抢得过你们 相比起《神雕侠律》里放荡不羁的杨过 《行上海滩》里帅气逼人的许文强 再到《金钟岳飞》里正气凛然的岳飞 黄晓明一直都在挑战着各种英雄角色 虽然这势必会引来大家褒贬不一的评价 不过晓明依然坚持着自己 从小便根深蒂固的英雄情节 可能从小到大心里面就有一个英雄的情节吧 就正好感觉我那个年代就是崇拜什么岳飞啊 我就老看一些岳飞的莲欢话 岳飞的这个听岳飞的 林安芳老师的岳飞评啊 还有这个看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英雄的这个小小说 所以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个英雄呢 碰到像杨户啊 许文强啊 岳飞这种角色 明明知道可能会被伤得变成人生 体无完乎 还是忍不住想去适应 字幕志愿者 杨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